好,大家好,我是這個資料是你想幫手的提案 就是一些成果的分享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是要招募一些 你關心你特定的領域 或是你對某些議題、主題是比較熟悉的朋友 那今天也感謝懷碩跟李吉 因為他們是說他們對電影這個主題很有經驗 那因為我們正好資料平台上面是有一個在詢問 比如說電影院的資料 還有電影票房的資料 所以我們有請他們幫我們看了一下 資料平台上面 例如說現在看到這個全國電影院資料 那我們有實際把它打開來看了一下 它目前資料的狀況 其實是沒有經緯度 所以我們是有在下面留言去說 未來可不可以提供經緯度 讓這個資料更好使用 另外在電影票房數據的統計 這個資料裡面 像他們兩位就有分享說 日本應該是韓國跟美國 包含中國 他們的更新頻率是可以到一天 甚至中國可以到幾十 我就知道聽到這個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那這樣我們只有統計到七天 就是一周圍一個解析度 就好像有點不足 那當然接下來就可以在他的下面 繼續追問 也就是說資料平台上面還是需要 比較跨領域或不同領域的朋友來追問 然後來看看說好像現在已經公開 但是是不是還不足夠 那回到整個資料平台上面 其實還是非常多 對方的這個內文 那透過我們的標記 我們是可以先透過一些簡單的圖表來呈現 然後就請你提一下想像 這個 重要技術還在測試 今天測試的差不多 所以大概 周日周一就會 會輸入一個新的網頁素材 然後 今天大家如果聽分享 就會發現 就是 這個數據主要那一圈就是 回復的內容 就會 那個 外圈就是 被 負責的 負責的單位 那我們可以看到像 這一圈就是 不同意的 然後 這一圈是同意的 那不同意的 其中有一個像 平台的部分就是指 國外會 的帳號 那為什麼會這樣 它最多呢 其實是因為 有些單位委託 使用他們的 帳號去回復 那 大家另外看到 今天有看到就是 內政部啊 等等的 那正面 鼓勵一下 就是 同意的 交通的第一個就是 交通部 再來就是 行政院環境保護者 OK 那這些事 包括我們的ロードデータ 在近期 應該一周年 我就會上到這個網站上 大家也就可以下載 自己做這些分析 那 這個網站到時候會有 兩圈一圈自己 結果去 搜尋 一個是 以 負責單位去做 Builder 那 之後也歡迎大家 會可以突破這家的平台 去幫忙標記 甚至於你可以訂閱 最新的 新的 新的資料出來 或新的 追 就是要吃要的進度 好 就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